族群的特征除了前面所讲的族群成长曲线之外 这个是第二个曲线叫做生存曲线 也叫存活曲线 它探讨的是不同的年龄阶段 它的族群的所谓的死亡率或是存活率的变化 好那生存曲线讲的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存活率变化 我们直接看图形 它图形长这个样子 好那我就以人类为例咯 这是人类的曲线 啊突然不好再一次 这是人类的曲线 在这里 好那这个曲线的横坐标 叫做年龄百分比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要表达出这个人 你现在在你的年龄阶段的哪个阶段 可是我是用年龄百分比当做代表的哦 假设人类最多可以活120岁 这个数字是我掰的 其实我不知道人类最多可以活多少岁 假设按照历史记录 人类最多可以活120岁 我就说这120岁 后面的Y就是Year 就是你人生的百分之百 所以一个人从人生的百分之零 一直活到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就是120岁 好所以横坐标叫做年龄百分比 来代表你不同的年龄阶段 那按照这样的模式 当一个人人人生活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请问他几岁 六十岁 对所以六十岁 所以各位儿 这是人类六十岁的状态 人类六十岁的时候 对上去 这是人类六十岁 所以人类六十岁的时候 活到人生的百分之五十而已 因为人生最多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好那这是横坐标 这种坐标呢 叫做每千个个体的生存数 哇好复杂的一个表达方式 就是生存率 或者叫存活率 写存活率比较好 存活率 不过这个存活率的率 很尴尬 因为我们中文的率有不同的含义 所以我这边多加一个比 存活的比率 那你可以用百分之几 或是千分之几为单位 以本题来讲 他用的是千分之多少 好那你一千个出生 一千个都活的 你的存活率千分之千 那全部死光了千分之零 所以重坐标叫做存活的比率 好就以人类为例 当一个人的人生活到他人生的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六十岁的时候 对过去 你的存活率还高达千分之八百 也就是百分之八十 好看到这个图 这样子的曲线 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画好一点 就是一个人类活到六十岁的时候 你的存活率还高达百分之八十 反过来说到六十岁以前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类个体会死掉 百分之二十 剩下的百分之八十 会在六十岁以后才死掉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人类的距离长这样子 你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你的存活率 存活的比率 随着不同年龄阶段而改变 这是人类的曲线 接下来我画另外一个曲线 换蓝色的 好这个曲线呢 是谁呢 我画粗粗 这个曲线是全世界最可爱的昆虫之一 是蟑螂的 好 那蟑螂可以活几岁呢 假设蟑螂最多可以活三岁 所以蟑螂活到他蟑螂生了一半 就他活到他年龄百分比的五十的时候 是不是一点五岁 所以大家 当一只蟑螂活到一点五岁的时候 他活了他蟑螂生了一半了 人类活了六十岁 才活了人生的一半 所以以后你看一个六十岁的老人 手上握了一只一点五岁的蟑螂 你不要打断他们 他们之间有浓厚的情谊 他们是同班同学 他们年龄百分比是一样的 他们的生活经验会相似 好那你看这个蟑螂 他活到蟑螂生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活一点五岁的时候 他的存活比例是多少呢 千分之一百 也就是百分之十 代表什么意思 百分之九十的蟑螂 根本活不到一点五岁 根本活不到他蟑螂生的百分之五十 他在前半段都死光了 只是要百分之十的蟑螂 或者他蟑螂生的后半段继续存活 而死于他的蟑螂生的后半段 所以你看这两个局限很摆明 可以知道 人类是年轻的时候不容易死 老的时候容易死 蟑螂反过来 年轻的蟑螂容易死掉 老蟑螂大蟑螂反而不会死 不容易死 这叫做生存局限 探讨的是 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于存活率的影响 各位 这个图为什么横住 要用年龄百分比呢 为了进行不同物种的比较 你现在如果是用绝对年纪 零岁到120岁 蟑螂又零岁到三岁 怎么比啊 所以我们就不同的生物的人生 当做百分之百 讲错了 不同动物的动物生 当做百分之百 所以人有人生 大象有象生 蟑螂有蟑螂生 那植物有植物生 所以横坐标就是 不同生物 它生物生的百分之多少 就可以进行不同物种的比较 重坐标叫做存活率 好 我们就可以比较这个东西 好 不过这边呢 我让我补充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开始出现一些 生物学上用的曲线了 以下我要补充一点 我们所用的曲线 常常用的是双轴图 X轴和Y轴 也就是所谓的横坐标跟重坐标 在学术上 不论是哪一个科目 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都一样 横坐标代表的是 你所探讨的因子 也就是factor 因子 重坐标是指那个因子 所造成的效应 效应 写说字 效应 写简理字好了 Effect 这样子的关系 请各位不要写版 所以这个 生存区间在探讨什么呢 探讨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生存比率的效应 横坐标对重坐标的效应 不能写反 那我们前面所教的 那个族群成长曲线 指的是时间 不同的时间 对族群大小或族群密度 所产生的效应 好 所以横坐标是指因子 重坐标是指效应 这理性一下 好 那看完这个曲线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端倪呢 大家 我们说 我们只要看到曲线 你就可以对这个曲线的 任何一个点 做切线 对不对 好 假设这个点 做切线 就做切线 做切线 以人类来讲 前半身的切线 斜率比较平缓 后半身的切线 斜率比较抖 好 这个切线斜率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这样视为 这个切线 其实就是对时间进行微分 而它的重坐标 叫做存活的比例 所以接下来我做切线 这个切线的斜率 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写在旁边 这边有点复杂哦 这边切线的斜率代表 生存率的变化 存活率的变化 存活率的变化 除以时间 单位时间 对吧 所以它的斜率就代表 存活率变化速率 对不对 存活率变化速率 这句话有两个率 这两个率意识不同 因为存活率是指比率 指的是ratio 百分之多少千分之多少 但是存活率变化 速率的率 指的是随时间发生变化 也就是单位时间 你的变化率 变化量有多少 所以存活率变化率 第一个率是比率 第二个率是速率 指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变化量 是不是很复杂 所以这个图 它的切线斜率很重要哦 切线斜率是存活率变化率 以人类来讲 前半段的这个斜率 是不是负值 但是很小的负 比如说我随便发一个 负1好了 可是后面这个呢 哇负好多 比如说负10好了 它的斜率很高 所以它的斜率一定是负值 为什么呢 因为存活率变化率 一定是存活率变化速率 一定是负值 因为存活率 存活比例不断的减少 所以它一定是负值 可是你看张郎 张郎的前半生 它的那个族群 存活率变化速率是负值 后半段反而变成负1 它的斜率变缓了 好 这个图就可以知道 你知道人生的前半段 后半段 哪个阶段的存活率变化速率比较大 哪个阶段的存活率变化速率比较小 或是换个说法 死亡速率也OK 好 死亡速率应是负值 然后平缓的时候 代表你死亡速率比较慢 比较少 那斜的时候代表死亡速率比较大 好 那这样的曲线 我们可以知道在不同年龄阶段 你的存活率变化速率 或是死亡的速率的变化 那这样可以表达出什么呢 好 接下来 我们的生存曲线 可以反映出这个生物的生殖策略 如果你是属于内凹型的 为什么小时候手率这么高啊 都死光了 长大才不容易死 因为你生很多小孩 而小孩呢 都没有被照顾 都被吃光了 所以这一类生物叫做 五脊椎动物啊 或是鱼类 或是两生类 叫做 我生一堆小孩 但是不照顾 这些小孩几乎都被吃光 所以比如说一种昆虫 一年生一万只小孩 而这一万只小孩当中 只有五只活下来 并且生小孩 我成功了 因为我有五只小孩 继续繁衍下去 我的基因往下传递了 那剩下的 呃 九千九百九十五只被吃掉了 就被吃掉就算了 所以这种生殖策略叫 乱枪打鸟 我生一堆小孩不照顾 可是反过来 如果今天你是这种 外凸形的那个生存曲线 代表我生的小孩很少 但是我的小孩 几乎都死不了哦 因为我有很严密的 护幼行为 育幼行为 所以这个生存曲线 凸形跟凹形 可以反映出这种生物的 生殖策略 生的多不照顾 还是生的少 很严密的照顾 它的都是很成功的物种 它的基因都能往下传递 但是它的生殖策略不一样 好以上这些资料 可以应用在物种保育的策略 或是做生物资源 相关的管理的 那个政策的拟定 所以以上这是生存曲线 可以反映出生物的 生殖策略 因为我可以知道 它不同年龄阶段的 死亡数率的变化 或是存活比例的变化 好以上我们就把 生存曲线 暂时先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